身体发出三个信号 你的脂肪肝可别再拖了 忠告 平日做好这二事 老张 你怎么又住院了 医院走廊里 47岁的货车司机老张 无精打采地躺在病床上 他的好友小李刚从外地回来 得知消息后立即前来探望 病房里飘着刺鼻的消毒水位 老张叹了口气 指了指床头柜上厚厚的检查报告 小李拿起检查报告一看 不由的倒吸一口凉气 重度脂肪干 原来老张平日离走南闯北开货车 不归滤饮食加上应酬喝酒 身体逐渐发出警报 一个月前开始 他经常觉得右上腹眼瘾作痛 整个人疲惫乏力 连上楼梯都气喘吁吁 直到前几天体检 才发现肝功能指标严重异常 根据中华肝脏病杂志2023年发表的研究数据显示 我国脂肪肝患病率高达27.6% 平均每四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有脂肪肝 这个数字正在逐年攀升 特别是在35到55岁的城市人群中 医生说我这情况再不重视 很可能发展成肝硬化 老张懊恼地说道 让我们来看看身体向我们发出了哪些脂肪肝警报 信号一 持续性疲劳 30出头的美容师王女士 每天工作到深夜 长期缺乏运动 她发现自己即使睡足8小时 醒来依旧疲惫 连续两个月都这样 经检查发现 她的肝脏已经出现轻度脂肪浸润 中国临床医师杂志指出 肝脏负责能量代谢 脂肪肝会降低肝脏功能 导致全身疲惫 信号二 右上腹不适 仿制厂女工小陈总觉得右肋下闷闷的 吃完饭后更明显 她以为是胃病 吃了一个月的护胃药也不见好转 专家解释 肝脏位于右上腹部 脂肪堆积会导致肝脏肿大 压迫周围组织 引起不适感 食用肝脏病学期刊提到 这种症状在50%的脂肪肝患者中都会出现 信号三 皮肤改变 38岁的理发师小正 注意到自己的脸部开始出现褐色斑点 手掌也逐渐发黄 中华皮肤科杂志研究表明 肝功能异常会影响黑色素带线 导致皮肤出现异常改变 专访北京某三甲医院肝病科张主任 她强调预防剩余治疗 以下两个建议值得每个人重视 预防要点一 饮食调整 快递小哥老吴改变了多年的饮食习惯 戒掉了夜宵烧烤 增加了水果蔬菜摄入 三个月后 她的肝功能指标明显改善 张主任推荐每天食用深色蔬菜 如菠菜 西兰花等 避免高油高糖食物 预防要点二 规律运动 工程师小梁每天下班后坚持步行半小时 周末参加游泳课 半年后 她不仅减重15斤 肝功能也恢复正常 运动医学杂志研究证实 每周三到五次 每次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 能有效改善肝脏脂肪堆积 值得注意的是 中华医学杂志最新研究显示 早期脂肪肝通过生活方式干预 可完全逆转 医学专家建议 35岁以上人群每年进行一次肝功能检查 早发现早干预 回到老张的病房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和调养 他的情况有了明显好转 这次真吓坏我了 以后再也不敢乱来了 老张说 他开始在手机上记录每日饮食 报名参加了社区组织的剑步走活动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杂志强调 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脂肪肝的关键 记住这些身体发出的警报信号采取及时行动 让肝脏重祸健康 小李看着好友逐渐康复感慨到 健康真是人生最重要的财富 这句话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预防脂肪肝从现在开始行动起来 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中国健康教育期刊指出 脂肪肝已成为疾病毒性肝炎后 威胁国人健康的第二大肝病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重视这些来自身体的警报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让肝脏远离脂肪的困扰 通过老张的经历 我们认识到脂肪肝绝非小事 及时识别身体警报 采取积极措施 才能避免小病变大病 让我们共同关注肝脏健康 创造更好的生活质量 体检发现转氨霉升高 不包括病毒性肝炎和药物引起的肝损害 医生说这是由脂肪肝引起的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有人说脂肪肝是因为血脂过高 所以要用它来降血脂 有人说肝功能异常 需要口服药物来修复肝损伤 另一些人说不需要药物治疗 事实上很多人都有脂肪肝 脂肪肝发展到一定程度 如严重脂肪肝会导致肝脏损伤 此时采血肝功能会出现转氨霉升高 脂肪肝引起的转氨霉升高 取决于这个数值 如果超过正常值的上限 最好不要服用降低血脂的药物 因为这些药物可能会损害肝脏 但你可以服用一些药物来保护肝脏 如果低于正常值上限的两倍 而且血脂特别高 此时可以酌情服用口服降制药物 但在用药期间需要仔细检查肝功能 然而脂肪肝造成的大多数转氨霉损伤 实际上并不需要药物治疗 但仍然需要生活方式的干预 首先多吃富含维生素液的食物 很多人都知道维生素液可以保持皮肤弹性 防止衰老 但对于肝脏来说 维生素液也是一种重要的维生素 维生素液可以修复肝脏损伤 抗氧化 清除氧自由基 使肝脏恢复健康 食玉米油 菜籽油 大豆油 橄榄油等植物混合油 富含维生素液 此外 坚果麦芽中也含有维生素液 虽然果实被称为维生素之王 但果实中维生素液含量很少 主要是维生素C 第二 高品质的蛋白质饮食 高品质的蛋白质对肝脏的健康非常重要 蛋白质必须氨基酸如癞氨酸 酥氨酸等 才能使脂肪合成脂蛋白和肝外运输 长期素食的人 如果蛋白质得不到补充 也很容易换脂肪肝 因为脂肪不能从肝脏运输出去 高质量的蛋白质也有利于肝细胞 豆制品 牛奶 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鸡蛋的修复和再生 第三 富含维生素C B12 液酸C和新的食物 除了维生素意外 肝脏还需要其他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粗粮 蔬菜 水果和细菌 以及富含这些营养素的早味食品 严重脂肪肝是引起厌食症 消化不良 疲劳三种不适的最常见原因 如果你的胃很大 腹部脂肪等症状 应及时到医院检查肝功能 进行肝脏彩色多谱类超生检查 持续疲劳 你可能忽略的警示 持续的疲劳感可能是脂肪肝的一个重要信号 虽然疲劳可以由多种原因引起 但当这种疲劳感无论如何休息都难以改善时 它可能与脂肪肝有关 脂肪肝的发生会影响肝脏的代谢功能 使得身体的能量代谢受到干扰 肝脏在脂肪代谢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一旦其功能受损 可能导致体内的能量供应不足 从而引发持续的疲劳感 与脂肪肝相关的疲劳感 通常伴随着整体体力下降 经历不足和轻微的头晕感 这种疲劳感与单纯的工作压力或睡眠不足不同 它更倾向于在休息后仍然存在 并且可能逐渐加重 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感到精力不足 即使经过充足的休息也无法恢复 建议尽早进行体检 以排除脂肪肝的可能性 腹部不是或胀气隐藏的信号 另一个常见的脂肪肝前兆是腹部不是或胀气 这种不是通常表现为腹部胀满感 轻微的腹痛或不明原因的腹部不是 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肝脏在脂肪代谢中的异常功能有关 当肝脏脂肪积累过多时 它可能会导致肝脏体积增大 进而引发腹部的不适感 此外 脂肪肝还可能导致肝脏的分泌功能受损 从而影响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 导致胀气和消化不良 虽然腹部不适也可能由其他因素如饮食不当或肠胃问题引起 但如果这种不适持续存在或逐渐加重 尤其是在排除了其他常见原因之后 建议进行进一步检查 以确认是否与脂肪肝有关 除了 如果跟这些诏厚小的颜色 就预讯